Hello KT粉絲團的各位朋友,大家晚安 今天要跟大家做直播分享的車款是賓士的S350 這款代號是W220 原廠一律,因為這算是賓士高級的大型的房車 所以它的原廠一律都是配置了氣壓式的避震器 這個是原廠的避震器 但是這個原廠的避震器的壽命 其實最近來說我們賣的狀況很好 就是原廠的避震器 第一個維修的費用比較高 第二個也還蠻容易會損壞的 即便目前的話只有後方壞掉 但可能過沒多久又換前面壞掉 所以很多的賓士W220車友都直接把它選擇改成彈簧式的 那KT的彈簧式呢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第一個,它的成本呢 它的更換起來成本會比原廠的氣壓式便宜很多 第二個,它是彈簧式的 所以它的耐用度的話呢 也會比原廠還要來的好一些些 這是後面的部分 我們先來看一下前面好了 因為後面的話呢 有一邊施工好了 另外一邊的話還在施工當中 那這一台車呢 有幾個比較特別的地方 因為它是氣壓的 所以它的水平位置呢 它的車高位置呢 是需要欺騙掉原廠的訊號 因為它沒有辦法 它原廠一律都是氣壓式的 所以它沒有辦法進它原廠的電腦裡面做編程 把它欺騙成彈簧式的避震器沒有辦法 所以它只能靠其他的方式來做修改 這是賓式的W220 它前面的話 算是一個多連桿的雙A懸吊系統 那上座的話呢 KT都有附 來一樣,一樣都有附 往H的方向呢 這個是一個阻尼調整機構 往H它變硬 往S呢 它就變軟 我們有附上座 前面有附上座 後面也都有 那前面當然簡單了 我們把引擎室打開 從這個地方呢 就能夠調整阻尼 這個就是W220的上座 那這台是S350 V6的 我們所配置的彈簧公斤數是前面 KT的話都刻意比同業拉長 前面的話是200長的彈簧 那14公斤 如果是600 12缸的 或者是8缸的話呢 就有可能呢 會升到16公斤左右 那基本上呢 350的系列呢 我們都是配置了14公斤的彈簧 它本來的氣囊機構呢 是從這裡會貫穿一個打氣的管路 就是這個地方 這個就是冰式的W220的管路 它從這個地方穿過來之後 對面的話 這個地方就是一個 一樣是一個小管路 打氣的機構 那它打氣的機構 等一下到另外一邊 再跟大家做介紹 那前面的話 我們配置了200長 14公斤彈簧在這裡 車高的話 預計了 大概是接近4指幅左右 就跟原廠車高一樣 因為今天的車友呢 他比較沒有降低車高的需求 因為周邊的話呢 都還是維持原廠的機構 像這個是原廠16吋的鋁圈 這個車還布得很漂亮 它的車高 水平位置感應器呢 在這裡 有點暗 這個上下的幅度呢 它就是來感應原廠的車高 所以等一下需要從這個機構呢 來做一點欺騙它原廠訊號的動作 我們來看另外一邊 它相對的位置在哪裡 因為 右前方的話呢 它比較特別 因為右前方打氣機構呢 就藏在右前方的那個椰子板 裡面 那個錢包桿下方 所以它裡面的話 有兩個插頭 需要拔除 它的棒譜的話 就不會一直打氣 另外一邊 右前方的感應掉架呢 它也是藏在這裡 所以W20的話呢 左邊有一個 前面的話 左邊有一個 右前的話 有一個 後面的話呢 就只有在 插出器的上方呢 有一個 所以它的水平感應掉架呢 一共有三個地方 需要處理 車高的調整 它並不是靠壓縮彈簧來改變 它是靠 腳管上方有一個齒輪狀的頭盤 這個頭盤懸鬆之後 來改變長度 如果把藍色的腳管 往下延伸 它的長度變長 車高就變高 所以它的車高調整範圍呢 相當的廣 但並不是每一台車都能夠 這麼大幅度的 做車高的改變 因為這台車 算是雙A的懸吊系統 所以它的車高呢 最高 可以跟原廠一樣高 那最低呢 可以輪胎呢 跟葉子板 到切齊的程度 也都沒有問題 甚至是要做一個 小海拉風的 改裝呢 也都可以 因為這台能夠調高 跟調低的區間範圍呢 相當的廣泛 這台車的下方 下座的下方 其實這個算是一個 球頭機構 所以這個 在鎖 齒輪狀托板的時候呢 如果我們這裡 大力鎖緊的話呢 它下方是會跟轉的 所以這台車 在鎖附這個 托板的時候呢 記得 用一個工具呢 把它固定住 再來鎖附 不然它會跟轉 就鎖不緊 所以如果線上有技師 在留意這台的安裝技巧呢 要特別前面的話 就注意 要把這個鎖緊 另外呢 這個水平感應掉架呢 要把它騙訊號 才有辦法 不量原廠的故障嘛 那當然我們把它訊號片處之後呢 還有一個動作就是 開了紅火之後 要按一下 儀表板 右邊呢 有一個R鍵 它就能夠 螢幕就能夠 正常顯示 應該要有的資訊 所以記得開紅火之後 再按一下 右邊的R鍵 儀表板右邊的R鍵 就可以了 後面的話 也預計大概降低 大概剩下 接近四指幅啦 也沒有要降低車高 這個 這個自動系統 都還是原廠的 這個也算是 對象 這個是單火塞 上一台 上一台車友 好像有改裝多火塞的 齁 現在只有剩下右後海在安裝當中 其餘三支都已經安裝好了 OK 那今天的直播就到這裡了 如果 你一樣也是開W220的話 有任何問題的話 歡迎跟我們小編聯絡 今天謝謝大家收看 謝謝 拜拜